好,特殊动词里边的最后一类 就是前几天才讲过的叫反身动词 反身动词的意思是指一个动词要用this加成真正的动词 我们一直在强调,如果你用到了this 第一,要回this的变形 this的变形主要有分为两类 第一,是他,他,他,他们和您的时候永远有this 第二,我,你,我们,你们的时候 按照三个四个人称代词来变 那么反身动词分成了两类 第一类,假反身动词,什么叫假的 那这是我们那句话,能集物就能集人 集人就能集自己 当主语和编语,无论三个还是四个编语 只要跟主语指代是一致的 就应该把动词视为是反身动词 第二类,真反身动词,请大家背 记我们给大家的几个常用的 当然随着大家学习的深入 会认识很多更多的单词 好,学完它,我们再来看 动词设计的下一个语法叫做时态 在我们的学习当中 涉及到了三个时态 分别是现在时 没有句型,只需动词进行九个人称变位 就可以了 那九个人称的变位 是我们最开始学的一项语法 动词放到该放的位置 第二位或第一位 一起的时候变成a结尾 do st,sz,t结尾 via,圆形 ia,t结尾,z,z,圆形 第二个时态我们学的是 现在完成时 好,现在完成时当中 我们要套入一个框架结构 又是一个汉堡包的结构 这个就变成了 hab和z,z,z作为助动词 放到第二位变形 真正的动词放到句末 以二分词的形式 你还记得二分词的构成吗 没错 二分词的基本长相 歌什么什么t的形状 但是有几类小的不规则 我们一起来总结和复习一下 第一,如果这个动词 它本身是以t,day,ch,n,f,n结尾的 那么加a加t 例如 歌ar byt 第二,如果它这个可分动词 歌加在前座和后边的动词之间 第三,如果是个不可分动词 请不要加前面的歌 直接词尾an变成t 第四,如果是一痕结尾的 外来动词也不要加歌 我们把后两个进行了个总结 只要重音不在第一个原因上的 无需加前座歌 只需要在动词词看词尾加t就行 好,最头疼的也最讨厌的 是还有一些词 二三十个词是常见的 但它却是绝对不规则变化 举个例子 发痕开车或秤车这个词 二分词就要变成个发痕 而不是个发痕 所以我们要单独背记 那学过了它 现在完成的难点 就变成了haben和zai的选择 haben 95%的动词 都由haben做主动词 那么zai只有三类 第一,不及无动词中 表示位置移动的 第二,不及无动词中 表示状态改变的 第三,不及无动词 zai,bleiben,passichen 是,停留,发生 必须要用zai做主动词 好,如果回来这些 最后一条我们再来看 什么时候用现在完成式 表示的是过去的事 和现在没有影响 不知道 但但凡现在还在进行的事情 请不要用现在完成式 好,第三个时态 我们讲了过去时 但过去时里面 我只讲了两个动词的过去时 因为只有他们俩 常用这两个词做过去时 分别是haben和zai 我们来背记一下 haben和zai这两个词 他们过去时的基本长相 haben 基本长相长成hatten ich hatter du hatterst er ist sie hatter wir hatten ier hattert sie sie hatten zai ich war du warst er ist sie war wir waren ier wart sie sie waren 好,有了这个时态 我们就可以说 过去现在将来的 所有的事情了 好,再来 下面呢 我们讲到的是语态 语态里边 无非就是主动和被动两种 主动语态 就是简单句的四大句型 我们再把四大句型 来分别整理一下 陈述句的时候 要求变位后的动词第二位 其他的落下来点句号 一般一文句的时候 变位后的动词第一位 打打问号 特殊一文句 一问词开头 动词第二位 打问号 最后一个 命令式 也就是起始句 他要求的是 动词变位后第一位 叮叮叮叮叮 打探号 但在命令式当中要注意 对你 对你们的命令式 你们和你是不出现的 尤其对你的命令式 取得是动词的死干 好,而被动 我们要套入的是一个 全新的句型 叫做 virden 放到第二位 做助动词 真正的动词 是以二分词的形式 放到句末的 所以 把动词 以二分词的形式 放到句末 有两个语法 一个是现在完成时 一个是被动 而在被动的句子里边 我们第一个讨论的就是 什么情况下 用被动 用到被动的时候 我们说 是不强调主语 或主语不明确的情况 那么 在第二个情况 我们讲了 被动句除了这个项 还有可能是现在完成时 和过去时的变形 你还记得吗 如果这过去时 它的句型要变成 virden 放到第二位 加二分词 如果这现在完成时 更复杂一点 变成的是 z的变形 放到第二位 倒数第二位是二分词 最后一位是volden 这样一个句型 volden 好 同时在被动句中 我们还讨论了两个 语序和替换的问题 第一 有情态动词的句子怎么办 有情态动词的句子 情态大于语态 情态动词保持第二位 第二 如果我们不想说被动 怎么办 有替态形式 慢作主义的句子 可以替态所有的被动 最后我们一起来 复义一下德语当中的介词 我们分成了四部分来讲 分成了地点介词 时间介词 情态介词 以及加第二格的介词 请跟理学老人一起来 回忆一下 之前我们学了哪些 首先我们来说地点介词 好 在地点介词当中 我们主要学了两类 第一类加固定格的 第二类加不固定格的 固定格的是加四格 或三格的介词 不定格的加的是 近三动四的介词 我们也把它叫做 再三倒四 好 在加固定格的介词当中 我们主要学习的是 这样的几个介词 这几个介词分别是 加第三格的 我们学了 从哪里出来 Aus 以及凸 到哪里去 Nag 以及出 在哪里 By 以及在什么什么对面 加第四个的阶词 我们学了 围绕 撞上 穿越 穿过什么 穿越什么 好 进三动四的阶词 我们学了 在德语当中 分别是九个 它们分别是 在水平表面上 off 在侧面 an 在什么什么的 上面 über 什么什么的 下面 winter 什么什么的 里面 in 前面 for 后面 hinter 以及还有两个 一个是在旁边 neben 一个是在什么之间 twition 这样的十八个词 构成了地点接词的 几乎的全部 所以要注意它们的格 分别应该是怎么样的 尤其下面这一组 静态的用三格 动态的用四格 第二类我们还学了 德语当中的时间界词 时间界词的 有一个老师请教过大家 请大家大胆的记 加第三格 好 我们分别学习了 wm 在几点钟 gagan 将近几点钟 虽然它们来加第四格 但是终点 不讲究格 所以想成第三格 没有错 几点什么之前 什么之后 for nach 再第三格 for nach 自从什么之后 以来 zeit 从什么之后 up zeit up 表示发生在过去 持续到现在的 zeit 将来的事 up 我们学了 fung bis这个搭配 从什么时候 到什么时候 它就等于我们学过的 zwischen 可以加个wnt 谁和谁之间 什么什么之间 好 除了它们之外 我们还学了 in和an 在什么什么时间 在某一天里 在某一个时段里 等等等等 in和an 好 我们除了它 还学了在什么期间 by 以及最后一个 除了在什么期间之外 咱们还学了 借词有 德语当中的 zu 表示在节日的当天 zu 好 时间借词 大胆地自己加第三个 最后 我们还学了 德语当中的 情态类的这词 分别是 fue 对应的是gegan 赞成 反对 fue 就是英语当中的for 好 除了它之外 咱们还系统地 学习了德语当中 meat和owner 带有什么 不带有什么 meat owner 以及单独的两个词 第一个词 also 除了什么之外 还 或者仅仅它有 两者合二为一了 还有就是 醋 表示明确的目的 我还给大家补充了三个戒词 加第二个的戒词 表原音的 wegan 尽管怎么样 taught 代替什么什么 statch 所以德语当中 有一些词是可以合并的 比如说像德语当中 gegan这样的词 地点上 它指的是撞上 时间上指的是 大约几点钟 以及在形态上表示的是 对立对抗 德语中的借词 请注意第一代表什么意思 第二 它到底用什么样的格 好 经过以上的所有的学习 我们就把德语中 简单的德语法 进行了个汇总 那么除了这些 还有哪些语法 是我们本次的网络课程 没有涉及的呢 它是比较高深的几项语法 第一 我没有涉及任何的从据 第二 我没有涉及到不定式 动词不定式 第三 我没有接触到虚拟 第四 我们没有接触到分词 虽然我们学了一个二分词 但是分词本身的用法 还有很多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讨厌的语法 一直是放到以后 去讨论会好一些的 就是形容词的词为变形 所以如果你在以后的学习当中 可以着重的 在我们的基础上 再去看一看德语当中的 从据 不定式 虚拟 分词 形容词的词为 在此 李约老师要跟大家告别 同时 预祝大家 能够在德语方面 取得更好的成绩 谢谢大家